如果你要 重新再玩一個 你就從這邊 右上角這裡開檔案就好 那我們這個3DSwitch他比較特別 你如果沒有按儲存 他是不會幫你存檔的 這樣了解嗎 像我一般Google文件是不是自動儲存 他這邊就沒有 一定是你按下這個 現在年紀比較小都 把這個叫做記憶卡 如果你跟我一樣叫磁鐵騙的就是我們這同一個年代的 所以按下這個 打開 然後你就可以告訴他你要一個新的 這樣看到了嗎 在這邊就可以開一個新的 像剛剛我給各位看的 因為這是我的 我的帳號了所以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大學同學做的 鑰匙圈他們用這個做 還有一個同學畫這個 然後剛剛你看到那顆球的 有沒有 還有同學做這一種的 但是我必須跟你講 現在3D鏈沒有辦法印那麼細 除非你拿到比較好的那個 不然的話我們一般的這個 紋路印不出來 他只能在電腦上自己高信而已 就是 3D鏈表記的解析度 目前 沒有辦法那麼高 沒有辦法那麼高 好那 像下面這邊 這個就是 我剛剛跟你講 我用這個做的 是不是都在裡面 檔案都在這裡面 這樣證明我沒有騙你嗎 哈哈哈 好來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就要開一個新的按下去 有沒有回來了 對不對 你就可以再 找一個 OK 這樣就出來了 這樣了解要怎麼開新檔案了吧 所以你開舊檔案 反正也是從這裡 好就在存檔跟 這邊都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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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